多点扩散 台北市今天新增了54例的本土个案 那么其中外界关注的酒店传播链 再新增了两名确诊者 9间酒店已经累计有20个人确诊 市长柯文哲下午也加开了防疫汽车会 宣布针对七大场所将加盐管制 另外天后张慧妹进来在小巨蛋举办演唱会 也传出有两名确诊歌迷足迹 是小孩就读国小爆发群聚 被匡列后筛检确诊 北市府也紧急匡列40人居家隔离 不要再纠结名识 矫正回归了 被土塞 简单的讲就是说 我们如何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跟病毒共存 台湾疫情再爆发 北市新增本土54例个案 尤其酒店传播链再度延烧 两行政区新增两个案 25908和25975 累计9间酒店共20人确诊 北市府将针对七大场所加盐机查 同时顾客得打满三剂疫苗 工作人员至少两剂 还得每周加做快筛 但传出第一时间 北市卫生局没有提供所有酒店名称 只显示商业登记 遭爆料是因为有业者向北市府官说 疫调的同仁 应该是我们会先查他的业业登记者 不叫这个名字 所以再去确认他的真正对外的 花一万五也许杀伤力不大 我们一开始跟以前一样祭典 祭了几点以后我就把你停业 还有天后张惠妹 在小巨蛋连办12场演唱会 如今也传出有确诊歌迷足迹 一对夫妻因为小孩就读爆发群聚案的国小 被匡列后筛检确诊 但两人曾在4月3号晚间到小巨蛋 坐在特一F区提前进场待了将近五个小时 北市府警急匡列40人居家隔离 狂发9240通细胞简讯 但演唱会是否喊咖北市给出解答 强调演唱会照常举办 但歌迷们口罩还是得记得戴好戴满 毕竟疫情恐怕短时间难以平息 接下来我们的高子谣 谈不谈 接下来我们的高子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